我们今天聊的是再过80天要选举投票 国民党现在怕三头空 但是以今年政治局势的发展 现在看起来蔡英文真的有好几个提款机 包含林郑月娥香港反送中 包含韩国威本身 自曝跟这一个支持度的崩叠 议题操作的恶性循环 造成了目前为止累积51个民调 蔡英文遥遥领先韩国瑜 也造成了国民党现在的困局跟僵局 世间议员怎么观察 我认为20%的支持度 是韩国瑜的马其诺防线 韩国瑜用尽一切吃奶的力量 一定要把他守住 他如果要守不住你要帮忙吼吗 我必要我会输血给他 你上去罵他小提琴 就是骂骂他 以我的芙蓉命格 我骂他可能多少有效 你就是我当初就是跟你说 一直要骂郭董你就一直不骂 对对对 就一直都不帮我们的嘛 我为了我们党 所以刘若潘你现在是公开拜托 王世间赶快多骂郭台铭 他可能可能今天开始骂到 有没有效 四年后啦 四年后郭先生如果还要选总统 我就会开口骂他 那所以韩国瑜现在只能靠 由南到北到处造势 去制造陆军的气势 每天乱开炮 来营造空军的声量 因为对韩国瑜而言 他没有什么好在损失了嘛 倒是他讲了那么多政策 像他前几天突然说 他要取消一例一休 其实韩国瑜也不用 那个你翻箱倒柜 把你挖石油那个政策 你彻底讲清楚 坚持到底你要挖石油的话 那可以取消一例一休啦 因为挖石油成功 我们就可以周休七日啦 可以周休七日 那你提的一大堆的政策支票 也通通可以兑现 倒是最近的一些现象蛮奇特 就是说韩国瑜的造势看起来很成功 国民党的高层 吴敦利 马英九 大家都去了 我觉得吴敦利也好 马英九 朱立伦也罢 他们现在在做的其实 他们是在营造 在制造 在切割败选的责任 就是在大家面前 在蓝军支持者面前 让大家看到说 他们其实很团结 他们也都有讲话 也都有出来有站在一起 其实这很清楚 是另外一种切割 因为事实上 国民党这些高层是四分五裂 各怀鬼胎啦 你像朱立伦 侯友余 侯友余到现在还是不出面啊 他们已经是列为 他们已经致命为 他们是国民党的储君 他们已经放眼在2024 2028 根本在这一局 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了 那倒是中国时报的那个评论 我认为也对也错啦 错的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剩八十几天 总统大选投票 你在那边讲说 韩国瑜是不是应该来 回任国民党的主席 这一句话就是简单说 第一头不够要够阿母 这什么意思 台语教学一下 对你放 地头不够 地头那么大一张那么重要 你不够你够那两个阿母 阿母啦 你现在是说韩国瑜地头吗 阿向阿母 不是 我是说 总统的意思是地球 党主席是鸭蛋 公秦策 对吗 但是他也对的地方是什么 他在数落检讨吴敦毅 这是真的 吴敦毅是真的很自私 大家冷静看 吴敦毅没有帮国民党找出路 也没有帮韩国瑜找策略 他倒是帮自己 找了一个政治舞台 一个不分区立委 这很奇怪 这哪有这么自私的 哪有这么自私的一个主席 所以国民党现在的高层 他们的很简单 就是五个字 虽然够死命 虽然够死命 但是对韩国瑜而言 我倒是觉得 韩国瑜闭关那几天以后 他现在回神 他现在有展露出 他唯一也是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口才 我一直说 韩国瑜是从嘴巴先生出来 可是糟糕的是他的脑袋 韩国瑜因为毕竟 他有19年离开政坛 他人生的不得意期 那一段时间 导致他现在 他一直活在 韩国瑜一直活在 他个人的小世界里面 所以他的小世界的认知 对我们台湾 对国家的认知 是很粗浅的 比方说他认为我们台湾的工业 现在都大家还在家庭里面 做这个手工代工 他喜欢的偶像也都是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老一辈 大家 我们这一辈的人耳熟能详 他活在他那时候 美好的日子里 所以他讲出来的完全跟 现在我们国家 台湾的脉动脱节 这也是为什么他离 总统大选的炮声越来越远 离青年朋友也越来越远 但是韩国瑜不得不 这是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路 那我们民进党 其实我们只是审慎的乐观 其实我们非常审慎 民进党现在内战也很凶 现在卓榮派输家全都在卡位置 也在抢不分区 审慎其实那个根本 完全起不了一点作用 真的吗 那连查无理的 苏家全王世坚说 你起不了一点作用 我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整个社会 根本不关心那个事 我们社会相信民进党 会以很明快的党计 因为社会的认知是怎么样 社会反对这种派系 在争夺自己的政治利益 等于一种政治分章 才要大选而已 那怎么可以这个时候来谈派系 谈政治分章 所以民进党 世界议员的反应真的很快 民进党会很快速的 米平这一切 只是我刚刚说要审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乱权打死老师傅 像韩国瑜就乱权了 那他喝点酒还变罪权 所以他这样子乱权之下 你看他每天都很开炮 那是郭台铭是老师傅吗 不是 是陈其麦是老师傅 老师傅先打死 陈其麦先被打指 他先打趴了 他先打趴了郭台铭是没错了 我是说陈其麦他才被打趴 怎么样也是在前面 陈其麦马上在韩国瑜被三杀之后 陈其麦马上就会 东风再起 在大家的名义的高地之下 他去接任高雄市长 会使得附生就对